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划定了底线和红线 水利部消息 21日12时至22日12时 全国99条河流发生超景以上洪水 22日 北江干流广东应得占水位一度涨至35.95米 超过警戒水位近10米 农业农村部消息 截至21日 全国已收获3.01一亩小麦 收获进度达99.2% 全国大规模积收基本结束 据悉 第七批国家药品集采工作已正式启动 并拟定于7月12日开标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22日零时至15时 北京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三例 均在京开区 均为社会面筛查人员 22日至24日 京开区连续开展三轮区域核酸检测 22日零时至12时 广东深圳在社区筛查中 发现两例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 就部分村镇银行储户 背负红码问题 河南郑州22日通报 多名干部被问责 22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举行了开馆一事 并将于7月2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22日 我国成功将天行一号试验卫星发射升空 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等试验 22日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集装箱船交付 未来将投入远东至欧洲的航线 广东广州警方22日通报 1.早教机构负责人 将7岁幼童踢伤至其死亡 目前已被逮捕 22日 张国强制违宪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张国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 当地时间22日 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交界处发生6.2级地震 已造成超1000人死亡 超1500人受伤 22日 韩国防疫部门确诊了首例输入型猴豆感染病例 据日媒22日报道 日本国内首次报告 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BA.4确诊病例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北京中考期间 接送考生车辆违反委号现行规定将免于处罚 25日起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逐步恢复线流开放 中央气象台 22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23日 吉林中部 山东西南部 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预计 23日白天 河北南部 河南西北部 山西南部 陕西关中 内蒙古西部 北江盆地 河南江盆地等地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37至40摄氏度 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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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Stand except 你 有一次 股票 每一天 核桃